大家好,今天這條影片想介紹一下 以領袖身份如何增加隊伍的現有會員 首先在左方的項目欄按領袖 然後就會看到有一項叫增加會員 按進去之後就會來到會員註冊的版面 選取需要增加會員的隊伍 記得要輸入隊員的加入日期 如果隊員已經宣誓,就可以輸入他們的宣誓日期 然後按新增 之後輸入隊員的中英文名和電郵地址 填完之後按儲存 如果需要增加更多會員,可以按儲存並繼續 系統就會彈出新的項目讓你繼續輸入下一位隊員的資料 在輸入所有新增隊員的資料之後,再按儲存 看到畫面顯示儲存成功之後,再按提交 之後隊員就會收到電郵去啟動他們的帳戶 首先按Login連結系統 輸入電郵中的用戶名稱和臨時密碼 就會看到需要更改密碼的指示 跟過密碼之後就可以成功登入 然後隊員就可以開始編輯自己的個人資料 而領袖打開會員列表 也可以看到各位隊員已經加入隊伍的會員名單 如果隊伍之後再招收到新隊員 也可以用邀請新隊員的功能去加入隊伍 同樣在左方的項目欄 會看到有一項叫邀請新隊員 按進去之後,選擇需要邀請新隊員的隊伍 輸入隊員的姓名和電郵地址之後,按新增 在輸入所有邀請新隊員的資料之後,就可以按儲存 畫面會顯示儲存成功的字眼 系統會傳送電郵給新隊員,邀請他們加入隊伍 新隊員需要按Submit,就會連結到系統 顯示他們需要註冊成為會員 新隊員需要填寫各項個人資料 填好之後,按儲存 然後再按提交 新隊員稍後就會收到三封的電郵 分別顯示收到他們的註冊申請 成功申請,以及最重要的系統登入資料 跟之前的程序一樣,按Login連結去系統 跟改密碼之後就可以開始使用系統 接下來我們會講一下怎樣為隊伍加入新領袖 一樣都是在左方的項目欄 另一項叫做邀請新領袖 slash領隊slash隊務助理 按進去之後就可以輸入新領袖的姓名和電郵地址 選擇是哪個隊伍和領袖的職位 再按新增 要留意,在系統上未完成第一階段領袖訓練課程的人 都會顯示為隊務助理 需要完成領袖訓練課程才可以成為領袖或副領袖 在輸入所有要邀請的新領袖資料之後 就可以按傳送 同樣地,系統都會傳送電郵給新領袖 當他們收到電郵之後 只要按在裡面的連結 就可以填寫各項的個人資料 填寫後按儲存,然後再按提交 新領袖之後就會收到一封寫有登記編號的電郵 而領袖就可以在左方項目欄的代辦事項 看到有新領袖的會員登記等領袖批准 領袖要填寫新領袖的加入日期和接管日期 再按接受 新領袖在電郵裡面的連結按接受 就會完成整個會員申請 新領袖會收到一封電郵通知 他已經完成整個會員申請 同時也會收到另一封寫著用戶名稱和密碼的電郵 新領袖可以用這個資料登入系統 根據密碼後就可以開始使用系統了 今次的教學短片暫時來到這裡 很快就會有新的教學短片上載 請大家留意 謝謝大家收看,拜拜! 拜拜!